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4號 星期五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日前 經傳中共允許銀行向房企提供無抵押流動資金貸款 有分析指 銀行和房企都會淪陷 危及全局的災難正在急劇 不過 也有牆內微博帳號發文稱 銀行正在增加用房地產抵押貸款 而不是無抵押貸款 有評論認為 這把金融系統更緊密地與房地產連接在一起 鐵鎖連傳 讓整個經濟被房價綁架 四川巴中市通江南疆兩縣禁止私燻臘肉 並指定集中收費燻制點登上大陸平臺熱搜 下面請看 詳細報導 前五古人 報習預備虎狼之要就是 近月以來 中共政府動作頻頻 試圖搭救正在墜壓的房地產 但效果不彰 就在當局 近日要求銀行向房企放貸三個不低於 並設立房企白名單之際 經傳中共允許銀行向房企提供無抵押流動資金貸款 據彭博社報導 中共當局在制定50家房企白名單的同時 金融監管部門據悉 考慮允許銀行首次向房企提供無抵押的流動資金貸款 有助於房企騰出資金 用於債務償付 對於部分已出險的房地產開發商 監管部門考慮設立主銀行負責機制 即由一家銀行牽頭 協調主要債權銀行 討論並制定 針對該房地產開發商的金融支持方案 知情人士還說 實行上述措施 需要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出台相關配套政策 使當這些風險較大的業務 未來出現壞賬時 相關機構和個人可以免於被追責 獨立時評人 專欄作家蔡盛坤 在社交平台X發文分析說 彭博社報導說 中國考慮允許銀行向房企提供無抵押的流動資金貸款 這是沒有先例的涉救方式 不僅救不了毫無信用 毫無底線的房地產企業 也必然會把僅剩的幾家國有大銀行拉下水 即使可以延緩房地產企業全面爆雷的時間 但過不了多久 銀行和房企都會全部淪陷 一場危及全局的災難 正在集聚力量靠銀行 靠政府來拯救房企 是極其愚蠢的救市措施 房地產泡沫破滅 是逃不掉的歸宿 中國地產和銀行鐵索連州 就待火燒赤幣 微博帳號自我的SC發文稱 下午某行行長來我公司喝茶 了解了一下現在銀行看到的經濟面是什麼樣的情況 他們行現在有硬性要求 針對中小企業經營貸要求大力發放 光上個季度就有七八十億貸款金額 我問了一下 都要用房產抵押三年一期 中間只還息 大概貸款利率在2.85%至3.15%之間 房本可以抵押評估價的七成 聽說明年有要求他們發放八成 我當時就不理解 我說上面真要幫扶中小企業 不是只在這上面做文章 而是在市場上多做支持 你們這種發放是什麼考慮 行長說 深圳有大大小小 加上個體戶登記有150萬戶 平均就算公司有三個人 也是解決了450萬的就業 他們銀行說到封控 認為用紅本抵押已經是最小的風險了 如果企業還不上貸款 或者房價真要下跌了 至少還有抵押物在 聊到房價 銀行也一致認為 還有可降空間 他們手上拿到的房產抵押物 很多都跌破了指導價了 所以到期 會要求客戶補上空缺 比如1000萬的房子 貸款七成 出來700萬 但明年房價到800萬 只能貸出560萬 700到560 這中間的140萬 就要客戶補上 說到新房的抵押貸款業務 說龍港的新房開盤 指導價4.2萬 由他們銀行放貸 賣不出去降到3.5萬左右 還是銷售不好 在深圳市內的新盤業務 也是價量齊跌 市內開盤9萬多的樓盤 現在8萬多的價格在賣 說到明年3月份可能7萬多就會賣了 房子在他們銀行中已經是貶值產品了 3年前和3年後 真的一個是在天 在地的待遇 我說你們銀行真的從來不做虧本買賣 只做錦上天花 晴天給傘 夏天收傘啊 推特賬號 財經數據庫發文稱 首先 政府的初衷是保就業 維護穩定 因為中小企業佔據了就業的大部分 可以吸納失業大軍 於是硬性要求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 但是由於中小企業缺乏信用 風險很高 銀行要求用房產抵押貸款 利息極低 條件優惠 這就形成了一個經典的反身性正反饋鏈條 大量中小企業用房地產抵押貸款 但是房價不斷下降 銀行要求補上空缺 否則就會造成抵押物不足的風險 中小企業本身風險就高 疊加房價下跌風險 融資後會遇到補充抵押物 因此中小企業主很可能不得不賣房還債 從而加劇房產下跌 而房價持續下跌 又會讓更多用房子抵押的貸款 被迫補充抵押物 從而形成正反饋循環 而銀行增加用房地產抵押貸款 則把金融系統更緊密地與房地產連接在一起 鐵索連傳 讓整個經濟被房價綁架 2022年大陸2500萬人退出醫保 中國2022年參加職工醫保的人數是增加的 但是居民參加醫保的人數減少了2517萬人 算下來 2022年參保人數比去年少了1705萬人 在中國一般不參加醫保的居民有兩種人 一是有錢人 他們一般自費購買 保額更高的商業保險 一是窮人 沒錢交保費 這些人在退出醫保的人數中佔絕大多數 關注中國醫保 社保類問題的自媒體人 財經領域創作者坦叔盤前分析說 這些人不交保費 主要是因為過去幾年經濟下滑 很多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持續下滑 而且預期收入也在降低 其次醫保費用不斷上漲 2015年為120元人民幣 2018年為220元 2022年為350元 2023年為380元 在2003至2023年 個人保費增長了37倍 年均增長19.78% 而且 農村家庭較大 每個人幾百元 加在一起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再有 有民眾認為 醫保報銷比例不合理 看門診基本用不到醫保 住院醫療一般有500元的起付前 三甲醫院的報銷額度在60%左右 但在很多地方存在一些限制 只能覆蓋部分醫療費用 或者對一些特殊疾病或治療手段不予報銷 所以 農民們生了小病報銷不了 大病又不能報 這些原因造成居民不願意再繳納醫保費用了 在中國 醫保分為職工醫保和居民醫保 其中職工醫保是從工資裡扣除的 是強制性參加的 不能退出 而居民醫保是居民自己繳納的 不交錢就算是自動退出了 也不會再享受醫保 騰訊用戶778-1188說 手術費不報 進口藥不報 特效藥不報 縣醫院市醫院報60% 省醫院報30% 四川兩線禁止私薰臘肉 並指定集中收費 薰制點 23日 四川兩線禁止私薰臘肉 污染大企劃提登上大陸社會平台熱搜榜 四川八中市通江 南江兩線分別於11月15日 20日發布禁止私自薰制臘製品通告 禁止在城區內自行設置 搭建臨時設施 私自薰制臘製品 薰制臘肉 臘腸等需送到指定的集中薰制點 極目新聞報導 從四川八中市通江 南江兩線綜合行政執法局稱 出臺該規定是為了應對大氣污染防治等 兩地多個集中薰制點負責人均稱 集中薰制要收取加工費或材料費 此事引起大陸網友的反感 網民紛紛留言否刺或斥責 有的說 以後家裡是不是都不能開燥爐了 還有的說 要不集中做飯吧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正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讚轉發留言和贊助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咖啡朵 另外 sv峰 咖啡 咖啡 知世紀 咖啡 咖啡 咖啡